院长 昨天全国人民都看到了您亲自主持 防疫指挥中心宣布 从3月20号开始亲证免隔离免通报 哇 整个社会如释众户 觉得终于要脱离这个疫情的苦害 但是呢 又一群人很担心 就是买了防疫前的人 他想说 我以前有确诊有通报 那有隔离通知书 那我就可以去理赔 那请问这个时候 3月20号之后怎么去认定呢 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军管会已经交给这个参险工会 的理赔小组来研习相关的法律 是否适合这个理赔的范围 那我们是不是请 那我先确定我知道他们在研究了 那可不可以有一个期限 可不可以三天内告诉大家这个标准 那有七天去宣导 免得3月20号之后出现状况 不知道民众跟保险工会怎么办 可以承诺一个日期吗 我们今天回去再催一下参险工会 三天内可以有一个明确的对外公布吗 我们尽快 那院长可不可以督住他们 还有一点时间加强宣导好不好 我想我们会请这个金管会 来赶快的请相关的单位 来做这个理赔的认定 还有看看 然后会加强宣导 这些宣导是很重要 谢谢文明的关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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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